例题4 有一个两位数的正整数 那它的数字和呢是9 数字和是9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比如说45这两位数 那这个4加5呢它是9 那一个两位数两位的正整数 那么它数字和是9 那如果我们把个位数跟十位数互换 比如说45互换以后变54 那互换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数字就是54 然后你把原来这个数字跟新数成绩 它是2268 那叫你去求原来这两位正整数 那原来这个两位正整数呢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那因此呢我们一开始呢 可以假设这两位数呢 一个就是x一个就是y 那因为呢它的数字和是9 所以这个x加y呢要等于9 那因此呢这个y呢就可以设成这个9减x了 好 y就可以假设成9减x 那所以呢根据这个题目的意思 我们呢就可以去假设 好我们一开始呢就假设说 这个十位数啊它是x 那个位数呢可以把它假设成是9减x 同学这是一个数字 9减x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y 好那么十位数是x 个位数是9减x 那根据它题目的意思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下来了 那这边呢就是原来的这个数字 因为十位数是x 所以你把x乘10 这就是十位 那个位数字是9减x 那这就是原来的那个数字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两个位数呢互换 你9减x这个个位数换到10位以后啊 你必须把它乘10啊 那这个十位数字x呢换到个位数啊 我们再把它加x啊 那这样子呢原来的数字跟新的数字啊 把它乘积呢它必须等于2268 好它必须等于2268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再下去啊 把它这个化解一下啊 就是这边呢10x减x啊 它就变成9x了啊 然后呢加上原来这个9啊 那这边的话呢乘起来是90啊 然后减掉这个10 这个10乘进来变10x啊 再加一个x呢就变成减掉9x啊 好所以呢这个化解之后啊 9x呢加9啊 然后乘上这个90减9x啊 它要等于2268啊 好那么所以呢底下这个式子呢就出现了 9x加9乘上90减9x啊 这要等于2268 那在接下来一个动作呢就是呢 我们把这个9给它提出来啊 这个9提出来以后呢 这边就剩下x加1啊 剩下x加1 那这边这里边也可以提个9出来啊 所以这里面呢剩下10减x啊 剩下10减x 那这个呢要等于呢 这个2268啊 这个要等于2268 那这边99就是81了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81呢除过去啊 2268呢我们把它除以81啊 那这个就等于多少呢 这边我们要上2啊 这个212啊 826 然后这边是4啊 然后这边是落下来是6啊 那么这边再落下一个8啊 那接下来呢就是上8啊 那8864啊 818刚好整除啊 刚好整除啊 那所以呢 我们就有底下这个式子了啊 就是你把这个除过去之后啊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这边9除完了啊 变成s加1这边9除完以后剩下10减x啊 那这边除以81以后呢变成28啊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要再继续呢 把它全部都乘开啊 好那因此呢 这个 乘开以后啊 这个 变成-x平方啊 然后这个乘过来是10x啊 那这个乘过来呢 是-x啊 所以变成9x啊 然后呢 这个1乘上10呢 就是正10啊 那它要等于28啊 好它要等于28 那这个28移过来以后呢 它就变成-18啊 那我们这个符号还要去把它去掉啊 所以呢 如果你再继续处理下去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呢 这变成s平方减9x呢 加18啊 那之后呢 我们下去做分解啊 那因此得到呢 这个s减3s减6啊 等于0 那所以呢 这个s等于3 或者是这个s等于6啊 那因为呢 元素啊 如果是 十位数字是3的时候 各位数字就是6啊 那十位数字如果是6的话 各位数字就是3啊 所以呢 它这边这个题目啊 原来呢 应该是36啊 颠倒过来的话呢 就变成63啊 或者是原来是63啊 那你把它十位各位互换了 变36 它这个63呢 乘36呢 都满足啊 原来题目的意思就是 它会变成268啊 它会变成268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到最后呢 就根据这样子的意思啊 把它解出来啊 它这个原来的数字呢 就是36 或者